哈囉 大家好 請 那我們今天來玩一下我們之前有玩過的派對動物 現在好像叫做Party Animal 那它最近好像是又重新上架 正式版本啦 所以這邊如果大家喜歡這款遊戲的話呢 可以在我們的Steam上面下載 那首先稍微來玩一下喔 因為我們這邊基本上之後壞朋友會揪團嘛 所以我就來稍微玩了一下 它裡面好像多出了蠻多一些 不一樣的東西喔 就是它有一大堆比較趣味的一些闖關活動啦 就不像是以前我們壞朋友單純打架一下而已 然後現在還有一些比如說 要拿電球啊 去攻球門啊 或者是我們的要存活 然後被吸到黑洞裡面去這種感覺喔 那今天我們就來玩一下 看一下有沒有一些更有趣的東西 可以跟大家介紹一下啦好不好 那它大概每一局時間都還算是 還算是蠻久的啦 所以大家如果就是要來殺時間的話呢 這款遊戲應該還算蠻不錯的 而且重點就是如果你有朋友可以一起玩的話 應該會更嗨更嗨的那種感覺 然後動物的話都 very very可愛喔 好 那這邊感覺好像是白天所以沒什麼人 哈哈哈哈哈哈 畢竟現在還是上課時間啦 我們稍微等一下喔 好 那我們這邊總算是配對成功了喔 然後裡面有非常非常多的關卡啦 然後有一些的話它不是完全打架環節喔 然後這邊是必須要 然後搬煤給火車加速有沒有看到 它就是會有一大堆這種比較趣味性的比賽環節 我覺得真的是挺有趣的 因為我們平常在玩的話好像 通常都是那種一直打人的喔 然後這個基本上就是 看誰能夠先把火車開到那個頂點吧 然後應該是可以跳過去然後去打別人的感覺好不好 我這邊的話 一滴就是當一個超級斑探磚 然後我這邊是黑貓大師 MASTER好不好 這造型是抽到的還蠻帥的喔 我之前是嗜血海狸啦 我現在直接當一個黑貓大師 還蠻帥的 然後一樣就是有非常非常多很可愛的生物這樣的感覺喔 我在那邊是不是會跟別人講話啊 如果是的話就很白癡了欸 等一下喔 好像是喔 我一直在跟大家講話啊 白癡死了 我一直在跟大家講話啊 我剛剛一直把我的生意外放啊 因為我剛剛沒有把麥克風關掉 所以他眼睛聽得到我在講什麼 然後他就說這人是笑欸是不是 錄影片忘記開 關麥克風了 要那個咻 好不好 但他這影片是可以跟別人通話那些的欸 我覺得還算是頂好玩的 大家如果真的缺朋友的話 應該可以上來玩一下 然後這款遊戲的話在實聽上面好像是400多塊喔 來囉 搬沒看啦 幹 欸 老哥 完了 老哥 這該如何是好 你按住那個按鈕之後 然後按空白鍵應該可以爬上去 完了 完了完了 對面都已經在開火車了 我們還在那邊 完了 趕快搬一個磚 欸 很難欸 有沒有 他現在基本上其實 蠻多一些就是那個 很難的這個部份 來來來 走起走起走起 對面比較會搬煤炭阿 燒燒燒燒燒 我決定我要先 我要過去打人了 Jump 跳不過去阿 完蛋了 好像一直 其實一直加炭就可以了欸 有啦 我們這邊還是有人在過去 騷擾他們 我們這邊老虎哥哥在騷擾他們 我活了我活了 救命 其實我跟這個煤炭是一樣黑的欸 走起走起 來來來 繼續繼續 藍色火車比較快喔 他們好像都沒有叫人來弄我們 好像就還好 然後這個剛剛有學到一點點 就是你必須要用右鍵把它丟出去 G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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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火車比較快 好可愛喔 來 走起 GOGOGO 我好像沒體力調了是不是 旁邊有人在搞阿 好 燒燒燒 有有有 火車現在很猛 現在很猛 然後煤炭好像會沒有是不是 沒有沒有 好像 好像會一直補 然後我們現在可能就是 可以去對面搶煤炭嗎 感覺好像 有人被丟下去了 沒關係 我是這個貓咪大師 我來 滾拉哈斯奇 好了好了 不要搞了 幹嘛騎我 欸 老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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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喔 喔 還丟 欸 不是有人幫我 有人幫我們的煤炭阿 哈斯奇 好 他掉下去了 不管他了 好 我們繼續 繼續用我們的煤炭就對了 這個墓地阿 好不好 是要燒煤阿 老哥 等一下喔 可不可以把他拿進去燒阿 喔 OK GOGO 噗噗噗噗 所以我覺得這次這個正式版本真的是頂有趣的 因為正式版本的話 你這邊是可以就是那個什麽 你這邊是可以就是 有一堆趣味的環節 不是只有單單的就是 跳不過去 不是只有單單的打架而已啦 你還要干擾別人 這個就 真的頂好玩的喔 就不是只有打架而已 然後以前的話我們剛玩的 我以前剛玩的時候是只有打架的部份啦 好不好 滾 哈士奇 別搞了 不是 為什麼我跳的時候都好像跳不太起來啊 我的助跑跳好像都助跑不起來耶 我覺得現在目前來說應該就是要去旁邊 這個什麽 去旁邊就是 用別人的煤炭了吧 因為現在已經沒有煤炭了你知道嗎 這樣好像是沒有其他煤炭 有有耶 還是有耶 我要當這個鏟子大王了 哈士奇 哈士奇 給我回來 我好派喔 看到喔 這個助跑很難跑耶 我很難過去對面耶 可是我們現在基本上藍色火車已經就是 跑到還蠻前面的部份了 所以現在其實你會看到其實他一場的這個遊戲時間 真的還算是蠻久的有沒有看到 就是他不是只有簡簡單單就是 玩一下下而已 他的這個助跑時間超久 果恩 果恩 給我下去 有沒有 只剩下最後的這個時間了 所以目前來說的話呢 就是他的遊戲進程算蠻長的 所以如果你只是想要玩一個 小品遊戲的話 確實可能會 花比較多的時間 但是你如果是假期要殺時間跟朋友一起玩的話 絕對完全沒問題 我們這個 老虎哥哥太強了吧 他一直瘋狂冰凍槍耶 太扯了 他一個就直接把大家給弄爛了耶 然後我們現在其實 其實不太需要那個 老哥自己人 是不太需要再用煤炭了 因為我們自己好像也 也回不太回去是不是 好像也可以耶 等一下 我弄到那個老哥了 我的目的就是 趕快 哎呀 啊 死在這邊 換你 最後十秒了 我們這把要獲勝了各位 還敢搬啊 而且他是不是 這老哥他不會 不會搬碳耶 走 把搬碳都丟走 那這樣我們就獲勝了啦 所以 所以來說我覺得算是一個 還蠻好玩的小品遊戲好不好 那比之前還要更好玩一點點就是 他多了很多這種趣味性的東西 我們之前好像也有玩過 就是最後面的話 他是那個 要丟糖果的 就是要把糖果就是 放到那個中間閘門的地方喔 但那個時候好像就沒有這麼多新東西 我們再來玩一下 看一下下一個東西是什麼 走起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第二把喔 我之前玩過這個棒棒糖工廠啦 那個棒棒糖工廠就是我們之前就是那個 壞朋友玩過的就是把那個糖果丟到下面的 然後 斷橋的話 喔 這就是打架的喔 這就是直接打架環節 然後橋會斷掉 這也是新地圖 因為我們之前好像就只有那個平台而已 我覺得這款遊戲確實 挺有趣的 不知道會不會就是先起一個那個 糖豆人風潮 但我覺得好像糖豆人那種就是 比較多人一起好像比較high 我覺得到現在基本上好像 還沒到就是那麼high的感覺 但是前一段時間好像 那蠻多人啦 就是玩這遊戲好像要排隊的 如果這個有排位賽或是那個 就是 有那個什麼排位賽或是那個什麼聯盟的話 我覺得應該 應該會蠻好笑的 就是有什麼段位啊或什麼的 我覺得這個應該就一堆人會想要爬了 我應該也會想要爬好不好 這個的話我應該可以來爬一下 好 我們繼續 貓咪Master好不好 Monster是那個魔爪嘛 Master應該才是大師好不好 來 沒問題 這場的話應該就是單打單打了啦 剛剛那個好像是隊伍的這個環節 然後這個的話就是單打 看誰能夠 活到最後這樣子 我覺得這個貓咪大師真的好帥喔 那我們用那個 因為我們之前是2020年的時候有試玩 然後他有給我們那個 試玩抽抽幣 還是有分隊啦 還是有分隊的 我們是綠隊的 他好像一次就是兩個 下去啦 哈哈哈哈哈哈哈 喔 哎呀 哎哎哎 哎哎哎哎哎 哎 我要 啊 欸 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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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他一隊好像就是兩個人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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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 拿個武器 武器的話就是拿握柄的地方拿到長按就可以了 哇靠 我踩到香蕉了 哎我怎麼一直沒有燒人啊 我好爛喔 哈哈哈 幹嘛 超爛瞄準 看 我爛 炮槍俠 哦哦哦哦哦哦 啊啊 請看呀 你們吃幾娃娃 快快快快 哦 你們全部都給我變冰塊 哈哈哈哈 去死吧 哎哎 老哥 老哥等會 老哥等我 啊 啊 哎 乾 啊 哈哈哈哈 哎完了 因為我比較先掉下去 完蛋 我這把其實打得還滿好的耶 那個機動槍天王 可惡 飛踢 啊 哎 那個吊橋會晃啊 我直接被放 晃到旁邊去了 然後你死掉之後啊 你是可以在這邊然後 關站 然後再丟這個炸彈過去炸人的 還滿有趣的 這吊橋剛直接整個晃倒耶 靠 太激發了吧 炸彈 完了 那邊有丟過去 那邊的話應該滿嗨的耶 所以其實我覺得這個遊戲其實 越玩我覺得就會越好玩那種感覺 但有些人就會覺得這個很容易就膩了啦 我覺得可能還是要 多一點就是那個 排位賽或是競技場的東西 大家應該才會就是更嗨 才會打得更嗨起來 那隻兔子是 那隻兔子是一直在那邊大放龜啊 干擾一下他 來我要當一個秤職的投擲手 完蛋了 那個鴨子 要不要過來了 你還有更多的觀站點 你可以從這邊丟 還有很多的觀眾點可以選擇 丟到了喔 然後這邊丟到一些魚 另外一邊就是這個 你可以選擇觀站點然後丟一些東西 很好笑耶我的天 吐吐沒了 藍隊好強喔 藍隊已經拿兩分了耶 太猛了吧 不是我剛剛那個太白癡 我不知道那個吊橋會直接凹掉耶 他會直接往旁邊 往旁邊去耶 然後有人先掉下去 先走遠一點點 然後助跑 往前往回踢 讓我們騰運架五紅星 好痛好痛 好痛好痛 翻滾 升法 炸彈來了 有人直接被炸下去了 先走一下 先把藍隊弄下去 先把藍隊弄下去 對對對對對 藍隊必須死喔 紅隊的要不要合作一下 藍隊該死 下去下去 下去下去 嘿嘿嘿 幹嘛打我夥伴 你怎麼打我夥伴 你以為你用金頂電池就了不起喔 抓他抓他 不是啊你打我幹嘛啦 老哥 自己人啊 自己人啊 完了完了完了 加油加油 可以嗎 丟丟丟 丟丟丟 完了完了要去旁邊丟才可以我覺得 哎 快快 把他丟旁邊 丟旁邊 哎 不是啊 左右兩邊就有地方可以丟 幹嘛一直不丟左右兩邊 對對對對 不是 老哥 哈哈 幹我傻眼耶 這老哥 我們往左右兩邊丟就好了 老哥 老哥 哈囉 不是啊 可以可以 不是左右兩邊就可以 他硬要把他搬上去 搬上去好像比較難一點點 所以大家玩吊橋的時候真的還是 左右兩邊打應該會比較好 投槌 不要理我 滾 好險 我差點掰掉 輪轉位移 這個交給我 毀屍面積囉 然後這個遊戲我覺得蠻酷的地方就是 你可以轉視角 你可以轉視角 它是3D的 它不是平面的 所以你可以利用轉視角的環節 來做一些燒操作 這其實要練起來還算是 蠻可以秀一些操作的 還不錯 下去 謝謝老哥 他把我拉回來 不要再抓地板了 下去 喔 又是你 金頂電池 紅隊跟藍 跟綠隊的戰爭 他下去了 耶 我們好像慢慢變很厲害了喔 我覺得會轉這個畫面就可以做很多事情了 這個轉畫面真的是一絕 抓著 不要搞我 不要搞我 幹嘛 不要 啊 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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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救我一下鱷魚 喔 好險 好恐怖喔 這一被打到暈就沒了 踹死你 一暈就沒了 啊 我們在噴掉 但是我有帶一隻阿 好不好 綠隊還有存活的人嗎 有有有有 加油喔 鱷魚 我跟你講這個時候 這個時候就丟那邊就對了你知道嗎 那邊一顆炸彈 啊我們贏了 應該是我們贏了 我們最後才下去 啊耶 有沒有 其實我覺得這遊戲 目前改的真的很好玩好不好 大家如果喜歡玩的話 真的可以來玩一下好不好 這個 Party Animal沒有問題 啊 那一斯啊